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前几天有位小伙伴 让我去尝试一下秋月圆的600日币 早餐自助,那就安排 所以今天来到了秋月圆的招合通出口 今天介绍这一家 香福卫房,新开的店 网上查了一下 目前好像只有这一家 秋月圆招合通出口出来 不行一分钟就到 地理位置很好啊 这家店只能使用现金和佩佩 其他的都不能用 新开的店,店里还是很干净的 看上去也挺宽敞的 还有一个送餐机器人 这次的包可以放在边上 早上就是自助餐一种 一个人600日币 早餐时间是7点到10点 除了日式化的蔬菜色拉 剁牙菜,还有茶叶蛋 这个很久没吃了 还有一些杂物,饺子,油条,芝麻球 油条也是很久没吃了 花卷,烧麦,绝对都是国内早餐小摊上面的 早餐还配炒饭 估计也只有日本人吃了吧 这里还有豆浆苍饮 边上还有糖 最后就是汤和粥 说实话,早餐种类有点少 你们觉得价格有优势吗 第一轮还是随便拿了一些 凉拌豆芽菜加了点芝麻油 吃起来马马虎虎吧 蔬菜色拉也一样 芝麻酱往上一加 就和松屋的一样 豆浆味道淡卤水 黄豆的量非常克制 哎,感觉有点亏的时候想起了 现在日本一碗普通的乔麦面都要500-700日币 瞬间觉得心态平衡了 肉烧麦挺好吃的 皮薄,肉多,就是没有肉汁吧 味道还可以 包子皮有点厚 里面是卷心菜肉还是白菜肉啊 不知道味道马马虎虎 花卷是咸味的 和国内的味道差不多 茶叶蛋味道很淡 还以为是白煮蛋呢 调料包的量还是很克制的 又觉得有点亏的时候 想起了 现在日本普通的饭团 加上一碗味噌汤都要500-700日币 瞬间又觉得心态平衡了 第二轮 吃点不一样的 油条沾上酱油来上一口 油条口感有点老 不过味道挺香的 最近天乐 粥如果是冷的就完美了 不过一口油条一口粥 好几年没有这样吃过了 粥拌着酱瓜吃也不错 绿豆粥还真的挺不错的 炸饺子外皮有点硬 还有点干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馅的 有胡萝卜 咸菜什么的 又感觉有点亏的时候 想起了 现在日本普通的一碗拉面 都要500日币到900日币 瞬间又觉得心态平衡了 芝麻球吃起来口感像饼干 味道像桃薯饼 真的一般般 又感觉有点亏的时候想起了 现在日本普通的一个早餐面包 都要420日币到480日币 瞬间又觉得心态平衡了 第三轮 本来不想介绍的 想不到包着一口下去 竟然是粉丝鸡蛋肉馅的 和刚刚的不一样 没想到还有菜盲盒的感觉 全部吃完 总结一下 如果饭量比较大 就想吃饱 那就来这里 如果追求味道的话 那要考虑一下 不过 这里好像有一部分菜品 每天都不一样 可能我今天吃的味道一般般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